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Ideal Design的频道 刚刚过了儿童节 我记得小小过的时候 儿童节好像都不会点收到礼物 现在的小朋友无时无刻 作为家长都会买些小礼物哄一下他们 自己都会有收藏玩具的习惯 不知道你们又有没有喜欢收藏的习惯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 开始介绍设计之前 都多谢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 还没订阅到快点订阅My Ideal Design YouTube频道 和按旁边的小小钟 follow我们Instagram 今次会介绍一个实用面积500尺的单位 做平面规划之前可以看一下原本的间隔 入到门口就会见到差不多是正方形的间隔 客饭厅没有做分隔 共用一个空间 大门右手边是厕所 厕所旁边就是厨房 露台要经过厨房才可以出到去 另外客厅可以见到是两个懒颈房 简单介绍了原本的间隔之后 不如看一下设计师发现了些什么问题 首先是客厅采光不够 第二是太多门口面向客厅 记得之前我们都有做过一个单位 是五门面向客厅的 如果未看的朋友都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但今次我们就会用了傢俱去收拾 第三是两间房间都有横梁垃顶 那我们会在平面规划上面修正这几个问题 再给一些增值的设计知识给大家 首先我们会将厨房改成开放式 让露台光是可以引入室内 用了L型厨柜 一边会连接露台的洗衣柜 另一边会连接了餐台伸延至饭厅 这样做可以令客饭厅有个明显的分区 另外我会改小小两间房 目的是要在两间房外面做多一个衣帽间 这样做可以修饰了两个房门 双面柜同时又做到很好的隔音效果 另一边就会做电视场 因为想空间简洁一些电视 我们就会用了Samsung The Serif 放在客厅都可以当作艺术品 房间里面可以放到四尺床和书台吊柜 今次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不知道今次的设计介绍又会不会是你们喜欢的风格呢 喜欢的可以介绍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设计分享 也都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喜欢就订阅我们频道 有最新资讯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未追踪我们 都可以追踪我们Instagram 我们下条片再见 多谢大家支持